世界文化遗产大族时刻 系世界八大石窟之一 70年来随着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 大族时刻以基本形成 从文物本体保护 才会修复 危言加固 水害治理到三维数字化 监测系统建设的 全方位保护格局 大族时刻在世界 石窟寺分布中 有何价值与意义 它的保护 何以吸引国际力量加入 国际友好交流与合作 为大族时刻带来了什么 大族时刻研究院院长 黎芳寅 见日接受中心社 东西问独家专访 石窟寺是从印度 传入中国的 大约在公元三世纪左右 在中国有了最早的石窟 克治尔石窟 然后通过北丝绸之路 在中国北方产生了敦煌 云港 龙门石窟 但是到了两宋的时候 石窟艺术的代表 那就是大族时刻 大族时刻代表了公元九至十三世纪 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因此在联合国 教科恩组织把大族时刻列入 世界遗产的时候 其中一条评价 就认为大族时刻是天才的艺术杰作 大族时刻的保护 到今天为止经过了七十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主要是针对石窟的一些 抢救性工作来开展 八十年代以后 大族时刻就进入到了一个 系统性的保护间断 当大族时刻列入了 世间遗产以后 就再也不局限于 崖壁上那些照相的本体 而是逐渐在把它扩展到周边的 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的 更大范围的保护 2007年我们和意大利合作 建立大族时日文物保护中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认识到 国际合作对推动大族时刻的 保护和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大族时刻成为事件遗产以后 就需要把它放在一系列的国际公约 和国际理念下来对它实施保护 意大利和中国有一个合作的项目 就是由义方给予资金的援助 然后在中国建立文物保护的科研的机构 首先我们知道 意大利在实施文物保护方面 他们有很丰富的经历 2007年我们和意大利合作 建立大族时日文物保护中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认识到科技保护对文物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花大力气来建立了 大族时日文物保护中心 大族时刻安全技术防范中心 大族时刻预警监测中心 在和意大利合作以后呢 所以后来我们就和复旦大学 日本的奈良文化财 形成一个三方合作的机制 来对大族另一处叫风扇式的石窟进行合作 我们第一个就是对保护病害的一些基础的理论 研究要进一步深化 也就是说想通过对这一个小型石窟的基础研究 来分析大族时刻整体存在的一些病害及其他产生病害的原因 做一些更基础的更扎实的这种科研的工作 国际上的一些好的理念 好的技术确实对推动我们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要真正把大族时刻保护好 第一点就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才能对它实施更加有效 更加精准 更加科学的这种保护 那么第二呢 就是要打开大门 让更多的人都参与到大族时刻的整体的保护当中来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是要以保护为前提 最终通过保护和研究 使大族时刻能够得到分享 感谢观看